19大再提三农问题 乡村振兴成为国家战略 中央已经明确提出来 农村的土地三权分析 新一轮土地制度改革即将开启 中国乡村将面临哪些机遇 将原来农民的承包经营权分离出来 给未来的新的机遇 这让农民的集体的建设用 能够跟国有的土地一样 也能够充足抵押 转大 解读国家重点政策 前瞻农村改革发展趋势 世纪大讲堂 乡村振兴与农村土地改革 正在播出 学术电堂思想盛宴 欢迎大家来到世纪大讲堂 我是田同 19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习近平再次强调振兴乡村战略 三农问题也成为了关注的焦点 那我们今天请来的嘉宾呢 可以说是专家当中的专家了 他曾经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专门负责城乡统筹工作 并且长期坚持在一线调研 我们今天来听一听 他对于如何改善中国乡村的解答 我们先来认识他 他是刘守英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曾任国务院发展中心农村部副部长 研究专注于中国土地制度与发展 城乡互动等问题 代表著作有 中国土地政策改革 直面中国土地问题等 今天他将和我们探讨乡村振兴背后的 最大制度背景 让我们欢迎我们今天的演讲嘉宾 刘守英先生 刘守英先生 你好 欢迎您来到世纪大讲堂 我们知道您长期一直坚持在一线做调研 首先我特别想知道的是 这个农村乡村给您的印象是什么 我是从小是在农村长大 然后80年代是从这个湖北红湖 到了上海去读书 整个中国乡村应该来讲 从80年代初到现在 应该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尤其是这十多年时间 整个乡村面临的是 两极风化的现象非常严重 大部分的村庄情况是不大好的 另外的就是有一部分的村庄 现在开始复兴 那么连续15年 明年在1月份的时候 中共中央都会发布一号文件 而这个一号文件 大多都是关于三农问题的 那农业现在在GDP的占比 已经没有那么高 已经算比较低的状态了 为什么还会这么的重视三农问题 对的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我们现在已经连续14个一号文件 都是每年聚焦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 所以每年的这个春节以后 大家拿到手上的 尤其是我们做决策的和地方的这些同事 首先要读的文件就是一号文件 中国从历史以来 它是一个农民的国家 农民的国家 这个农民对整个这个社会 对政治 对经济的这个综合性的影响 你光是用数据反映不出来的 农村里尽管它的GDP份额很小 但它提供的东西是不可替代的 整个中国尽管城市化率已经到了57% 就已经我们讲过了一半以上了 但是我们还有几亿人在农村 如此大比例的农村人格和农民 对整个一个社会的这个影响 对经济的影响 我觉得它还是举足轻重的 那么关于中国乡村现在的现实情况 以及如何能够发展的更好 我们有请刘守英先生 给我们带来他的演讲 掌声欢迎 大家下午好 今天给大家谈的这个题目 如何振兴乡村 为什么要谈这个问题 每年的春节过后 我们基本上是对于整个农村有个非常大的热度 每年都是中央一号文件 大家就等着看这个文件 就是说到底这一年有什么样的重大的农村政策 农民朋友也很关注 从里面自理行间 他是找他自己的机会 还有一个就是哪一些政策支持 是吧 所以今年的这个十九大非常重要的一块 就是提出振兴乡村战略 我等会给大家解读 就是为什么要提这个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看这个副标题 我们讲这个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我的一个观点就是什么 就是你下一步的整个乡村振兴 这个战略你要实施 下一步整个土地制度的深化和完善 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时候我先给大家解读一下 我们今天这个讲座的这个主题 先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说整个中国的乡村的状况 到底是怎么样 这个地方大家能猜得出来是哪吗 很多人以为说 这个地方就是西北了 大西北了 或者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大西南 不是的 这个地方就是北京的郊区 所以估计大家很难想象 当然了就是说 这个图在哪呢 在我们北京的黄山区 当然有很多人就说 你是不是就是挑的北京非常个别的地方挑出来的 实话跟大家讲就是北京我们在很多的地方都能找到这种 而且这个也不是说你特别偏远的山区才是这种情况 这个地方大家看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到河北雨县 这个地方什么就是我们号称是小舞台 这个地方有非常美的风景 但同时大家看乡村也非常破败 因为走那个村庄里面就只有两类活的 一类活的什么就是老人 然后毫无生气 另外还有一的就是养了狗 有生命的年轻人和小孩 基本上就是离开这个村庄了 那接下来我们讲就是整个这个乡村振兴 你怎么去做 怎么去做 现在就是有大量的讨论 实际上就是在我们整个这些年的农村的发展过程中 我前面讲就是说大部分乡村是处于衰而为王的状态 但是我们也有一部分的乡村开始在复活 那这些乡村到底怎么复活的呢 我先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就是贵州尊义的煤炭 这个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我在88年工作以后到的第一站就是这个地方 所以大家难以想见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的整个贵州煤炭是一个非常贫困的地方 非常贫困的地方 而且这些大家看的这些绿冲冲的这些地方原来都是什么的荒土荒坡 都是荒土荒坡 那这些荒土荒坡怎么样变成这个图景的呢 我觉得就是每一堂给全国其他的 尤其是落后地区的农村 提供一个非常好的范例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些地方的农业怎么现代化 通过农业的现代化来带动农村的现代化 主要的工作就是几点 第一个就是在制度上的 我们前面讲就是整个中国的农村的土地制度 包产到户到农户 包产到户到农户以后 农民只能在农地上做他的这个提高他的基地性 但是农村还有其他大量的资源 我们讲的像荒山荒坡 这些非耕地资源 如果是你没有制度的配套 它是起不来的 因为这些资源是需要大量的资本的投入 这些资本的投入 如果你的整个产权的安排不稳定 没有长期的预期 农民就不会在这里好好去投资 所以我们整个制度安排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 就是将煤炭的六十万亩的荒山 缺权 然后荒山拍卖到本地的农民 所以这个制度一下就把农民开发荒山的积极性给调动起来了 所以我当时印象非常深的就是 在荒山拍卖之前农民房前屋后种的这些茶叶绿油油的 但是在集体承包地上的荒山的那些种的茶叶都是恍惚惚的 后来这个制度输进去以后 就是我们允许荒山拍卖以后 这些地方农民就敢于投资 投资以后第二件事是什么呢 就是你要有适度的规模 所以我们讲农村改革里面 第二件事你如果整个产业不到一定的规模 这个地方形成不了规模经济 所以这个接下来第二件事我们就是土地的流转 就将原来一家一户的荒山通过流转形成比较大的规模 形成比较大的规模以后 这个地方就形成了它的产业 有了规模以后形成它的产业 所以这个地方就形成了整个全国最大的绿茶市场 就是我们现在整个在煤坛的这个茶叶绿茶 现在在全国最大的这个市场 有了市场以后 接下来就是有品牌有加工 所以很快就形成煤坛这个 以确权 以规模经营 然后以产业化 然后以市场化 来带动整个这个地方的农业的现代化 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例子 就是说这些地方它是有救的 不一定都是需要通过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市化 来带动乡村的发展 中国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出现哪些偏差 原来的城市化就是资本往城市进 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整个乡村的破坏 荒废的乡村如果要复活 需要哪些条件 最大的机会就是整个中国城市化的转型 就是城下的互动 乡村振兴与土地制度改革 下节回来继续讲述 一层任国务院发展中心农村部副部长的刘守英 教我们如何解读中央一号文件 从里面自立行间 他是找他自己的机会 还有一个就是哪一些政策支持 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 对农村发展有哪些深意 这个战略你要实施 下一步整个土地制度的深化和完善 也是非常重要 中国乡村如何振兴 农村土地制度该如何改革 世纪大讲堂正在播出 接下来我们讲的就是 我们前面讲的土地制度里面的第二个 就是什么 就是城乡不平等的土地制度安排 城乡不平等的土地制度安排有没有结呢 我们觉得是有结的 这个广东的南海在原来 这个是县没有改区的时候 是全国最富的一个县之一 一个就是顺德 一个就是他 是吧 这个地方是靠什么样的办法 能够使这个地方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 得到那么快的发展能 我们讲就是整个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 主导模式是什么呢 就是政府争议 政府卖地 然后土地卖给企业和开发商 来搞工业或者是房地产 但是农民被排除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之外 当广东南海的这个例子是什么呢 我给他命名是叫集体建设用地上的工业化和城市化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些地区的土地不是都通过征收 转到政府手上来搞工业化和城市化 所以在整个九十年代的时候 南海这个地区面临大量从香港 还有一个就是从海外大量的企业造到这些地区落地的时候 地方政府没有采取土地征收 供地的方式 而是让农民的集体的土地通过规划以后 直接转成建设用地搞工业和城市 所以当时的整个南海就形成 我们叫五个人子一起转 也就是五个主体一起租地 县 区 乡 村 小组 大家都通过规划以后将集体的建设用地 用于飞龙建设 所以大家看这个南海的这两个图跟其他地方就发生非常大的变化在哪里 就是说将近一半的建设用地是什么呢 是集体建设用地 其他地方也很难看到的 其他地方你就看基本上就是绝大部分的从事工业和城市的用地 都转成国有用地 所以这样呢 就是这些集体建设用地直接进入工业和城市使用以后 带来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农民不再仅仅直获的土地征收以后的原用途的几万块钱的补偿 然后农民就是什么呢 就是通过将集体建设用地或者出租 或者盖厂房出租 这样农民长期的分享土地的增值收益 这是一个制度安排 第二个制度安排是什么呢 就是这些土地的增值收益留在集体以后 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让农民分享 这是南海的第二项创新 就是成立集体的股房合作制 将原来农民的承包地的承包权转化成股权 成立股房合作社以后 这样就是农民的这个 从事非农建设用地的这个增值的收益 通过股权的方式参与分享 所以这样的话就是在整个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 村集体和农民 一直能够通过土地里面获得比较高的增值收益 所以你看我们在南海看到的就是好的村庄 每年的土地的租金和土地的分红 都是上亿的收入 所以你是有了这笔钱以后 那乡村还会衰败吗 那这个地方怎么搞城市 如果所有的土地都被农民转化以后 怎么搞城市 所以这个南海的第三个经验是什么 就是当大部分的集体建设用地 直接参与到工业化的进程以后 整个城市的公共设施的这一块 还是通过增收 但这些增收的基础 是以它农地转为建设用地的那个价格为基础 所以很少以原来的原用途来补偿 所以你看这个地方也可以增地 所以你看将近30%的土地 增收以后搞基础设施建设 但是这个被增地的农民的补偿 跟其他完全按原用途的补偿 就高了很多的倍数 这是我们举的就是工业化城市化 这个就是未来的整个土地制度的安排里面 我们觉得就是怎样让城乡两个土地制度能够打开 让农民的土地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的情况下 也能做非农建设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我给大家讲的这些例子是说明个什么呢 说明就是整个中国的乡村不是说不可以复活的 乡村不是说一定就是该死亡的 既然衰败的乡村有成功复活的案例 那么其他乡村是否能够效仿 乡村振兴需要哪些必要条件 土地制度该如何改革 才能让乡村焕发生机 世纪大讲堂继续讲述 所以这边我就给大家总结 就是乡村振兴里面现在最重要要研究的一件事是 乡村复活的条件 所以我全国去跑了一段时间以后 我觉得就是现在能够复活的乡村 我们要非常客观认真的去把它找出来 几个主要的条件我觉得就是第一个条件 就是能够复活的乡村都是跟城乡互动的 所以我们整个这一轮的乡村的复活 非常大的一个背景是什么呢 就是整个中国的城市化 已经开始发生重大的转向 所以我们原来的城市化是什么 原来的城市化就是资本往城市进 土地资本劳动力单向的向城市流动 流动的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整个乡村的破败 城乡互动的含义是什么呢 就是第一个我们就是看资本 资本原来是完全往城市走 但是现在发生重大的变化 就是当城市的资本的回报率开始下降 投资机会变化以后 投资的风险增加以后 开始有一些资本开始在乡村寻找机会 所以这样的就是整个这个生产要素 从原来单向的往城市流动 现在转向城乡互动以后 乡村的机会开始增加 然后乡村的这种活力开始增加 还有一个就是乡村的要素的配置开始发生变化 这是我想讲是整个乡村复活最大的机会 就是整个中国城市化的转向 就是城乡的互动 当然城乡互动还有一个变化是在哪里 就是整个乡村的产业业态发生很大的变化 产业业态发生很大的变化 我们原来的乡村为什么会被做的越来越凋敝 越来越做的没有机会 越来越做的大家不想搞农 非常重要的原因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原来的农业非常单一 原来的农业我前面讲就是 我们整个公共政策上农业是第一位的 但农业第一位在哪呢 在粮食 就是你要产粮食 产粮食你一亩地 你能有多大的回报呢 所以现在发生很大的变化 这样的就是说 我们的整个的粮食安全 从原来粮食所有的这个粮食 你都要制给以后 现在转向主粮的这个主粮 就是你的水稻 你的小麦这些东西要制给 所以这些保住以后 其他你就可以放开了 所以这样的就带来了一个变化 这样的就是 整个农业的功能 发生非常大的变化 除了你搞粮食 搞传统农业以外 你还可以搞其他的 所以我们刚才讲 城乡互动带来的变化是什么 需求变化 需求对农业的变化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需要的是 更加安全的农业 是吧 更加健康的农业 更加高富价值的农业 那这些需求变化以后就是 农业的价值就开始提升 第二是什么 就是你要有独特的历史文化 就是说我的印象最深的是这样的 就是说我比如说我们去国外去考察 国外考察就是到了他们的乡村 人家能一五一四 如数家政的讲出这个村庄的历史 我们呢 我们去到乡村以后 大家看就是说没有历史 是吧 就是人走这个地方就破败了 但现在我们看就是说 为什么有一些乡村能够复活 非常重要的就是 他说挖掘他独特的历史和文化 第三个就是独特的产品 原来我们整个乡村 大家看 乡村的产品 主要就是本地消费 是吧 主要的本地消费就是 产的东西就是这个 本村范围之内 或是零村范围之内 那些多的一点东西 也就是拿到急证上去卖 基本上很小的市场规模 但是现在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在哪呢 交费需求就是说 我们从过去吃的饱 转向吃的好 不仅转向吃的好 还是转向吃的独特 怪怪的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原来去农村调查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那个到了农村 大家尤其我们南方去的人 北方就给我们吃那个白糊糊的馒头 就觉得很好 走的时候给你用塑料袋装一袋回来 你现在还吃吗 现在你看城市 什么情况 现在基本上是越黑的馒头 大家吃的越来劲 是吧 说什么营养价值高 然后你看那价格也卖的越高 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整个消费的需求 发生重大变化以后 这些有产品独特性的村庄 就有得搞头了 第四个非常重要的就是 乡村富豪 我们还是要强调就是 村里面要有好的带头人 乡村进村的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的很多企业啊 有钱进到村 就是说我带的资本去进村 是吧 进村以后 现在面临钱 很大的问题就是你如何进村 所以我们很多的人带着资本 进到村以后 面临最大的问题在哪 如何组织农民 好多项目进村以后能做好 它实际上是实现了资本 跟农民的结合 这个农民的结合 你想跟一家一户的农民你去谈 你是很难谈拢的 是吧 你即使谈拢 最后你的挣钱以后 最后还得再来分 再来吵架 所以你看整个乡村有好的带头人的这些村庄 一个就是他自己能把产业做起来 另外是什么呢 另外就是说他能够把农民组织起来跟外部去合作 最后一个是就是还是要农业的现代化 就是说你要有产业支撑 你农业的现代化如果不支撑上去 整个这个乡村是没法呼和的 这是我们想讲的乡村呼和的这个条件 另外一次就是这个土地制度 下一节刘首英将向我们详细解读中央提出农村三权分支 这是总书记提升的农村的农村 农村土地改革究竟该如何改 在让农民的集体的建设用 能够跟国有的土地一样 也能够出租抵押转让 乡村振兴与土地制度改革 下节回来继续讲述 上一节曾任国务院发展中心农村部副部长的刘首英 分析了乡村振兴的几个条件 接下来他将详细解读最重要的一个条件 接下来中国乡村将面临哪些契机 世纪大讲堂正在播出 乡村的复兴最重要的制度的支撑 就是我们这套土地制度 这套土地制度实际上是 分三块 一块就是我们未来的农地的那一块的土地制度怎么安排 第二块就是什么呢 第二个就是农村高产业的这套土地制度怎么安排 第三个就是说 未来人走以后的整个的这个半死不活的村 或要复活的村 宅机的制度怎么安排 所以我觉得简单的讲一会儿 就第一个就是中央已经明确提出来农村的土地三权分支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现在我们两点七一的人不是进城了吗 进城以后实际上你的农村的土地原来一家一户 集体成员承包的那个土地的承包经营权 他实际上自己已经不在种地了 不在种地带来的问题在哪呢 就是经营土地的人 没有一套制度 能失度的扩大规模 对吧 我们不可能把原来一家一户农民的承包权 通过强制的办法转到新的经营主体 是吧 也不可能 那现在这套制度安排的设计是怎么考虑 就是说让原来集体租资成员 你不是获得承包经营权吗 承包权继续有利保留 承包权有利保留 然后农民通过承包权 你获得你承包的权益 就你可以不种地 但是承包的占有权在你手上 承包的地株你可以获得 另外就是你未来回到农村 你还可以重新获得你的那个承包权 又可以回来 保留承包权 另外一块呢就是 要让种地的人通过经营权 能够实度扩大规模 也就是将原来农民的承包经营权 它的经营权分离出来给未来的新的经营者 所以这样带来的结果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整个乡村未来农业经营的主体 就是从原来 就是从集体里面的集体组织成员 那未来就是可能会有一些新的主体能进来 第二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一些新的主体 它可以扩大规模 可以使用更多的资本 可以进行技术更新 这样的话就是带来我们整个农业的改造 我们讲就是说农村的土地 这一块实际上就是我们要破现在一家一户 占着承包经营权 但它不一定好好去种地 就是让农民的承包权得到保障的情况下 让未来的经营者获得经营权以后 能够扩大规模 能够更好地搞农业 就解决我们整个地圈的稳定 和未来的农业现代化的制度基础 农地的三权分支 这是总书记提出的 我觉得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要活农 农不能活 整个农业的现代化就成不了 第二件事我们讲的就是 集体的建设用地进入市场 这个事是一个什么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我们那套土地制度 就农民不能用自己的土地 即便符合规划 他也不能搞非农建设 这个是导致城乡差距的最重要的根源 那我们未来的改革里面 这一块的改革就是 我们已经在全国 33个试点线进行土改试点 试点里面其中有15个线 进行的就是集体的建设用地 目的是什么呢 就第一你要符合规划 第二你要符合用途管制 再让农民的集体的建设用地 就农村有很多集体建设用地 这些集体建设用地 能够跟国有的土地一样 也能够出租 也能够抵押 也能够转让 能从事农村的非农产业 所以这样就是能够保证 我们前面讲的乡村大量的产业 包括农业 包括农业跟服务业的结合 包括农村要做一些工业 加工业 这些发展里有产业用地 所以我们讲就是说 农村土地改革的 第二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通过集体建设用地的进入市场 能够把农村的产业活起来 这里的根本在哪里 就是这个改革实际上要实现 城市跟农村 这两个区域的发展权的平等 第三件事就是活存 就是我们的宅基地改革 我们整个三四三个四点线里面 集中有十五个线 在进行宅基地的改革 宅基地的改革的核心是什么呢 第一就是保证农民 就作为集体组织的成员的农民 他能够获得他居住的基本权益 就作为农民 他跟城里人不一样 乡村地区就是说初始的宅基地的分配权 基本还是保证他原来一户一宅的权利 就是基本居住权 大家看了城市 我们城市住房制度的改革 现在也在 房子总书记讲还是用来住的是吧 乡村为了宅基地改革 第一件事也是要保证农民通过宅基地的公平的分配 能够保证农民的居住权 这是第一 第二件事是什么 让有意愿 有能力退出的这些农户 退出宅基地的农户 能够获得宅基地的补偿 就他走的时候 这个宅基地你可以补偿 这是第二件事 第三个是什么 就是我们要注目四点 就是宅基地的有偿使用 就是说你不能那里无偿地获得宅基地 第四件事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这个农民节约出来的宅基地 农民节约出来的宅基地 这些指标留给村集体 搞非农产业 他能获得建设用地的指标的使用权 最后我想讲的就是说 就整个中国的农村 大家注意了 就是说我们一旦中央有一个号召 往往就是容易把经给念外 原因是这样的 他就是这种自上而下 我们整个建国以来 多次都经过这个教训 就是一个号召 从而一个号召 大家下面就是开始一起动 但一动的结果就是容易动偏 你看包括我们那个新农村建设 新农村建设 大家都觉得是个好意 但是最后的结果做下来什么呢 就在很多地方就变成两种现象 一个就是现象就是什么 就刷墙 新农村建设 你不新农村吗 我们把那个路边的那个旧房子 给他一刷新 刷的白一点就是新农村了 变质工村 第二个就是什么 就是拆村 你不是新农村吗 那我把旧的给拆了不就好了吗 所以这样的就是很多的地方就变成并存并点 最后搞得农民鸡飞狗跳的 我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感谢您刘教授给我们带来的演讲 关于刚才的这一段整个的演讲 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哪些问题 想向刘教授进行提问的 教授您好 我想问一下 就是在城镇化的过程中 农村拆迁 然后农民呢会得到那个拆迁款 这样一件事对于农民来说 它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 好问题 那个就是我前面讲的 就是我们整个城市化的过程中 农民如何去获得那个土地的增值的利益 是吧 目前的土地制度 就目前的土地制度 基本上我前面讲的就是征收 农民得到原用途的补偿 然后他就开始搞其他的 就土地跟他没有关系 这是对大部分农民来讲是这种情况 但这个局面必须要有所改变 就是什么呢 就是在未来城市化的过程中 土地牵涉到非农化的 要被增地和拆迁的这些农民应该是能够通过土地的增值的部分能参与到增值收益的分享 这个是我们改革的一个基本方向 而且现在现在也在做 现在也在做 这是这是我想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 第二点 实际上你想问的是什么呢 问的就是那些少部分增地拆迁的农民报复 是吧 是不是有这个意思 在对于这一部分农民的过高的增地 拆迁补偿款的问题 我觉得几件事 就是那个增值收益到底多少才上公平 就是说整个这些被增地拆迁的农民 他应该获得他所有权应得的部分 但他也不应该获得他所有的增值部分的全部利益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下一步改革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 我觉得就从原来完全不顾大多数农民的土地的政治利益 而只照顾少部分要价比较 会要价的农民的这个利益 要从这个转向制度化的保障农民 政治收益的公平的分享 感谢刘首英先生给我们大家的演讲 也感谢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世纪大讲堂 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 下一个再见